要稍微多宽容一点 因为这个时期现在是他最难的时候 中间的 因为季克他要通过这样的这种比赛去调动 去跟这些年轻的运动员去这种去对抗 因为他也是在奥运会结束以后 也是有一段的这种调整 但是在这种对抗性的比赛当中不是很多 所以他要通过这样的比赛找到一些比赛的感觉 1-0 犹豫了一下感觉 从现在改了这个新的球以后 在旋转上对季克还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但是他也在积极地去调整 应该是不是相对来说可能更年轻的选手 对新球啊 包括新规则的这种事情会更好一些 对因为他们都是在拼嘛 尤其像拼张继克马龙这样的这种运动员 他们没有这种太多的这种包袱和压力 相对来像季克来讲的话 因为他们已经长时间的去训练一些人的这些技术 所以他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一个模式了 但现在又改了这个新球以后 他慢慢也要去适应 我没听错的话是因为男粉在带节奏 带节奏带节奏 尤其是最主要他的反手 他的反手的这种相持和旋转一旦要出来以后 能站住位 他这后面的衔接就会好一点 林高远 反了 林高远 他合地的球打 对对对 因为林高远是深圳人 是 让林高远 我这开始有PK的意思啊 他又是一个反手 他反手这个台内拧完以后 他后面的这个衔接 有的时候五位失误还是多了一点 包括他昨天在跟这个刘晶硕比赛的时候也是 第二局赢完以后第三局开局非常好 但是他这个呃后来还是有点没有找到自己的这个节奏 太太太 没看 Ooh 趁热的 他的我老爱 是最主要是最主要的 他把我资的 他把他赢了 他把我赢了 来 但是他不能让他赢了 就不值得了 他是个赢的 如果他赢了 我赢了 是他在主要得分手中 对 所以从我个人来看 我总觉得反尔寨总是在主动地退 退半步 他现在是反手 因为这个旋转出不来以后 他老想慢慢退 就用正手来去过度去缓 太勉强了 对 加油 加油 看他侧身的时候 鸡哥还是感觉脚 还是受的一件事 是 是 测得没有那么快 我们下意识地会保护一招 这最主要 这边还在减少前几板的这种失误 他这几下如果要是能够失误少的话 嗯 应该来讲后面会好一点 相持阶段的话周喜豪应该还是稍微的 对 相持阶段应该 鸡哥还是上风一点 对 好漂亮 昨天也是看了 看着刘丁硕打完以后 也看了一个数据嘛 看三局的比赛吃了六个罚球 吃刘丁硕的 所以应该来讲 这前三百上 十五还是比较多 是 对 再一个 昨天是正手赢的多 对 反手输的多 反手输的多 好球 嗯 这颗扣的还是比较紧的 加油 加油 可惜了 可以了 好球 可惜 再来 可惜了 可惜了 差一点点 加油 可惜了 加油 这还稍微慢了一点 是 多少还是有影响 你看他的角度也进行了 左边 进行了一些保护 你先左脚 8比8 3比8 5 3比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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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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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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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哎呦 没拉罩 这个有点急了 这个已经算到了 对 这就好像先拿到了第一支局点 好球啊 加油 张继柯 加油 张继柯 加油 张继柯 这一喊周宇豪的人马上继柯球连就给压了 是 加油 张继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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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看张继柯这个发球 漂亮 这球漂亮 他最主要的还是在发球先发球 后面的衔接的这两下 如果他能够盯得住的话 站得住位的话 应该来讲这球还是可以去跟他们去对抗 看出来了 对 而且他现在慢慢也要找到这样的这种感觉 而且比赛的这种感觉他要去找到 对 对 对 哎呦 这真的是很赶啊 对 有年轻人员就是赶不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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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都是这一下发完球 接下来发球 完了这一下老师在这个上面去吃 过去好好的发球 哦 自己没把握到这个机会 这是年轻一队员看想人 有机会了 自己都笑了 没瞬间可能激动了 一想这球有戏 平方球是这样 不仅是有任何想法在场上的时候 对于年轻运队来讲的话 打这种三局两胜的比赛第一局很重要 他们如果赢下的话 可能他们就会觉得特别有信心 但是作为主力这些老运队员的话 他们如果赢下第一局的话 对于他们来讲后面就把控 节奏会更好一点 就是反手的失误 这种就是无谓失误 我觉得季柯从昨天到今天比较多 这也跟这个新的这个球有很大的关系 那以前的时候他可能按这个旋转 按这个质量和力量去拉的话 肯定就过去了 但现在的话 这种球会就会下往多一点 要能够有 而不是说这种一两下就是失误了 他要能够这种跟人家能够去耗得住 能够去形成多版的相持 或者能够去耗得住 不能够去耗得住 这个就会儿的心定 不知道 还有什么 能够去耗得住 好球 漂亮 这个最精彩 对 看能够啊 上去吧 加油 对 因为从季柯的表情也能看得出他是想跟对手能够去拼得住比分 能够把这个比赛能够一分一分的扣得更细一点 但是最主要还是他的无畏失误 怎么能够去减少他自己的无畏失误 相持 好球 对 这种球要是多一点的话 对于他来讲的话会很好的 我现在看几颗打球 技术我觉得男的和女的还是有区别 但我主要看的是他整个心理的过程 我觉得他从现在能看出来 他对这种球上的欲望非常之大 但是他对自我把控的这种能力 我觉得他在自己跟自己较劲 心里头一直在咬着 有那么一点那个意思啊 就等待什么时候爆发 其实人就是到这个阶段的运动员就是这样 他被冲击就像你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 他一定要有一个过程 季柯现在面临的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大家都在冲击他 然后同时他要把自己要能给调动起来 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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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周九豪也没打什么球 最主要还是季柯自己的这个 也非常不错 尤其是在中远台的这种对拉呀反拉的能力 但是他在进台 他的速度会显得稍微的差异 嗯 这一局季柯的反手赢了比较多一点 9比3了 可能也更适应周九豪的这个球路跟打法 其实最主要还是我觉得是从那个球吧 从反手他撕完直线以后 完了后面周九豪放高球 那这个让他的反手一下子这种感觉 其实每个运动员他自身他会有一个 在每一局每场球他会有一个球两个球 会让他特长的技术打出来以后 他整个人的这种即将的状态 就会完全的这个释放出来的 对 虽然张静柯已经拿了他第二局的局点 10比3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啊 好 有主力一点好球 10比3 拿下这一局 这局已经来法五块 对 对 加油 相较昨天那一局的话 今天他整个调整自己 调度自己的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对 应该来讲他今天他在场上的抠球 可能更紧凑一局 因为他第一局也是无畏事物多 可以看周启华的中远台的能力还要非常强的 嗯 嗯 张静柯 角度要的很刁啊 那场是应该是林高远的 王主 加油 太坏了 这个 这个程度上啊这个 这发球这个持枪啊好像有点问题 现在应该是周启豪在发球啊 对 嗯 人群两分 人群发了两个出台 这棵盒还是盯球盯得比较紧的 在半注台上 这两位球员昨天都是没有赢得比赛 然后今天如果张继克赢了 就会赢了 这两个球员昨天都是没有赢得比赛 对 对 然后今天如果张继克赢了 如果张继克赢的话 他心里会比较稳一点 而如果周启豪赢的话 会不会对他下午打马龙 他的这个信心会有点上升 他下午也跟马龙对阵 因为周启豪他本身 他就是一个年轻的运营 他就一直在拼 但他整体的实力来讲的话 他跟像马龙啊像季克 包括许昕凡这种还是有差距 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已经这个比赛 赛指才是三局两招 对 果然像打起 果然像打到1比1的话 然后还是开局 其实他开局开的不错的 但是在2比1里 你现在自己拿着发球的时候 连续发了两个实台 这就是年轻的运动员 这个在关键时刻 关键局分的时候 可能他抠比分抠的 不是特别的细 他这个赛程啊也是比较凶险 昨天先打许昕 今天张继克马龙 三大战力先胖上了 其实大循环嘛 他主要是还是 但是从一个年轻运动员角度来说 我觉得他们愿意对这样的高 高手 输了他也正常 赢了他就赚 就像我们小时候 就愿意跟谁有名 我们愿意跟谁打 哦 反正压力一场 对反正赢一场试一场 反正赢一场试一场 其实现在我觉得张继克 你看第二局能看出来 他其实比分的差距还是挺大 呃今天这位跟昨天的那个 六丁秀 对我觉得从整体实力来说 可能看上去他比他稍微单薄一点 对对对 但是呢继克我觉得总会犹豫在场上 他坚定自己 我觉得第二局是9比呃11比4还是11比3 11比3赢的是吧 这个是继克的特长 反手拧完以后 后面的这种反手连续的这种衔接 就是今天这种赢完球以后的这种给自己鼓劲这种方式 有足以说明他对这次比赛的这种重视成果 其实一个运动员把自己调动的 其实这都是下意识的 我足够重视我才会用这种激情来释放自己 其实运动员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这种 取胜的这种渴望 嗯 嗯 哦差一点 嗯 加油 加油 自己都觉得可惜 是 他也在看自己的反手的胶皮 是 要换到以前的话 这球应该是 直接得分 直接得分了 对 又一个 连续两个 这个好像一个是换交所 一个是换球 对对接应的影响非常大 对 所以他们也在不断的尽快的找最短的时间去适应 因为无论是改什么样的规则或改什么样的器材 但他们也在调整自己的这些器材 好 好 好 再来 真漂亮 这个 反手连续失误了三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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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顽强啊 这球 现在这个 球就是有一些变化 以前的球可能 这个球我拉完以后可能得分了 现在要打很多板 而且他已经按 这棵刚才也是他看 这个能看出他的表情 可能以前这球得分了 拉完这一板 他可能就会直接擦汗了 现在这个是 这棵手不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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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着急啊 急啊真的是急 这现在的感觉就有劲儿 扔不出来想赢赢不下来 非常痛苦 对手拼得还挺凶 对对 然后你就越打越不平衡 你就这个 我原来我随便赢他 现在就会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以前我们比赛 也是遇到这样的时候 想赢的时候特别的难 但是对手还拼得特别凶 状态特别好 这可能是咱们队内选拔赛才有这种残酷的程度 可能打外战的时候没这么赔紧 对吧 因为队内的这些运动员能够来来到这个参加这个最强十二人的这个比赛的都是应该来是精挑细选的 所以相互之间比较了解 而且对抗性是非常强的 三局两胜的比赛 他们昨天我看季科和刘亭说打到四十多分钟 将近五十分钟 是 足以证明这样的这种比赛的强度和这种对抗性 好有效的 这么小心要到了 加油 赞季科 赞季科 二千 很顽强 作为周旭豪来讲这小将 也非常的不错 因为昨天输给了许新以后 今天又对张继科 下午他一会还要对马龙 所以我就觉得 他没有说是因为输给这几个主力 而是说不自信或者说放弃 他一直在拼一直在表输队 小冲 完了 这分已经叫起来了 对了对了 这个是现场能不能想看的 这是越打越进入越投入越进入状态 这棵盒一直也在能同这种比赛能看见 他一直在找这样的那种感觉 对 已经调动起来 这个小笑我不放弃哈 真的不放弃 有一点机会都给你拼 是咬得很紧 很凶啊这球打的 很凶啊这球打的 开车 拿到赛点 加油 上个赛点的机会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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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手 撑了 其实要搏杀了 是 这边的 animal 感谢说十里八 非常艰难的变成了周子豪 也是拿下了本次最强 最早最强苏二人的过程首场胜利 上帝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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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肥豪还好了 肥豪还好了 上帝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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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豪